大家猜猜今集介绍哪一种营养素? 没错,就是碳水化合物 我们在食物里摄取热量来应付日常需要 例如呼吸、心跳、消化食物、运动 每个人所需要的热量都会根据年龄或者性别而有所不同 有运动习惯的人所消耗的热量相对会比较高 会容易保持健康的体重 相反缺乏运动的人消耗的热量比较少 容易有体重问题 原来碳水化合物都分为简单和复合两种 简单碳水化合物包括所有糖分 例如白砂糖、黑糖、蜜牙糖、蜜糖或糖浆 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选择包括谷物类、水果、 淀粉质高的蔬菜、豆类和善食纤维 每天又应该要吃多少呢? 以饭做例子,卫生厨就建议 2-5岁每天1.5-3碗 6-11岁每天3-4碗 12-17岁每天4-6碗 至于18-64岁 男士每天4-8碗 女士每天3-6碗 其他食物又怎样计算? 简单来说,一个中式饭碗可以兑换为 1碗面、1碗半通粉、2片面包、粟米和薯仔 Green Monday提提你,根据健康饮食金字塔 饭、面、面包和谷类食物 是位于最低层应该吃最多 大家可以选择多些 糙米、红米、全麦面包、燕麦片等 这些比较好的选择 相反,糖分是位于顶部吃最少的类别 大家记得要吃少些糖、甜品和果汁 因为当中含有大量的添加糖 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其他健康问题 想知道多些营养知识 记得留意下集啦!